那么说到抽烟禁烟的问题 今年开始加州公立大学全面禁烟 包括了加大和州大等教育体系 全美一共有1100多所大学响应 严格的禁令实行之后 引发学生两极化的反应 不过在尔湾加大却是例外 尔湾加大怎么做呢 他们允许学生在学校里面抽电子烟 结果当然也引起了热门的讨论了 我们一起来听听 支持全面禁烟的加大和平分校表示 校内有超过八成的学生和教职员 经常暴露在二手烟污染当中 因此有必要全面禁烟 然而这加大尔湾分校则认为 电子烟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二手烟 因此就允许破例 不过如果说未来研究证明 电子烟对人体有害 他们还是会考虑 禁止在校园内抽电子烟